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来上计程 上礼拜我们有用向量的范例稍微示范一下计程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同学可能不太了解那个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比较用一个更简单一点的范例来说明计程 那他可以把计程这件事情讲得比较清楚 那什么样是继承呢 我们现在设计一个程式 如果我们希望他来描述举形、圆形 还有举形和圆形共通的一种属性 那种属性可能就是形状 那形状也可以当成一个物件 只是他是一个抽象 他还没有实体 那举形和圆形就是一个实际可以变成实体的物件 那所以我们就定一个叫share的东西 那每一个形状以二维的形状而言应该都有面积 不管是什么形状应该都有面积 那但是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抽象的形状 所以我没办法给他面积 抽象的形状面积是多少 那我决定给他0 OK 给他0感觉比较合理 所以我就设一个抽象的形状 抽象的形状 这个形状的面积就传到0 OK 那这样子我就建立了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物件 很简单的物件 没有栏位只有一个函数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宣告真正的特定的形状 像举形 那举形我们就宣告说它是继承了shape 就是继承的形状 叫tangle 计承shape 这两点代表计承的意思 那所以呢 我如果 矩形的话 这个形状 我应该怎么描述呢 以矩形而言 那就是宽和高 这两个属性就可以描述一个矩形 所以我就 宣告两个 两位一个是宽 一个是高 两个都是double 这是普点数 那在建构函数上面呢 我们就把宽传进去 高传进去 然后直接设定给这两个栏位 ok 那这样我就呼叫的时候 我叫new rectangle 就是35 那它就是宽三高的一个矩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真正传回这个矩形的命运系 所以我一样 宣告一个跟上面这一层一样的函数 一样是double area 这样一个函数面积 然后呢 因为我 我这里希望把上一层的函数给覆盖掉 所以我们加override 那这边virtual是说 我希望可以被下层覆盖 所以我们加virtual 可以被下层覆盖 那override是指要把上层覆盖掉 那这样子的话呢 ok 我们就传回virt乘以height 那这就是那个矩形的面积 宽成高 矩形的面积 那这里各位就会想说 那矩形可以这样宣告 那我宣告圆形如何可以 圆形的实作方式肯定是不一样 矩形是宽高 你圆形不能宣告宽量高吧 那圆形该怎么宣告呢 圆形宣告半径就可以 宣告半径 所以我就宣告一个r r代表radius半径 那所以呢 我现在这里 在圆形的建构函数 同样circle圆形也是计成shape 计成形状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圆形上面呢 我传进一个参数r 然后我把它设定给这一个r 设定给这个r 这是它的建构函数 所以如果传5进来 这个r就会设成 也就是这个r会设定 可是 这里有个问题 这里 这个也叫r 这个也叫r 两个都叫r 那我如果写r等于r 那有没有像 写r等于r 自己栽给自己 根本就没像 那我是3 再栽给自己 还不是3 根本就没用 所以呢 我不是要把这个r 塞给自己 而是把这个r塞给他 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要一个字可以区分 这个r和那个r 那附件里面的r 附件我们可以用list 来程序 那list里面的点r就是这个r 那参数的r呢 就不用指定 就直接r就好 ok 所以当你写list.r等于r 其实两个r是不一样 两个半径是不一样 那它设定完之后就变一样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一样算圆形的面积 圆形的面积就是 πr平方嘛 所以就是3.1416乘以r乘以r πr平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测试了 我先告一个类别叫test 然后呢 里面有个主程式 这个主程式呢 我们先建立一个shape的物件 形状物件 然后物件 然后物件这个形状的面积 然后接下来再建立一个 矩形的物件 宽次5 高18 然后物件这个矩形的面积 再宣告一个shapeC物件 然后呢 它的半径是2 再乎叫这个圆的面积 好 那你就会看到s.area 因为它是抽象的形状 所以它的面积是0 ok 那r.area它是矩形 宽是5 高18 所以是845 ok 那circle点 这个c.area 就是3.1416乘以2的平方 所以就是12.5664 好 那这个是有关于 怎么样做继承 怎么样做继承 所以请记得继承 就是我继承上一层的物件 那我要指定说我的父亲是谁 但是一直看到现在为止 你对这个继承到底有什么用 还看不出来 因为我不要写继承的话呢 还是可以run啊 对不对 那只是我这样不写计承 我就不应该写override 也不应该写override 那不是更简单吗 我为什么要加一个计承呢 但是有用在后面才会讲到 所以先各位先看一下 执行一下这个程式 我把它直接开Eagle Studio 来执行一下 好 那我们先占一个专案 主控台的应用程式 名称呢 就叫做 Shift 好 那你就可以这样吃了 好 这样贴到腕子 好 看到没有那么大腕子 没事吧 没事吧 好 OK 好 这样整式贴上去之后呢 我们就监制一下 好 监制成功 我们来执行一下 但是执行之前 我先设一下冲断点 看得太好 好 这样子我们就看到 OK 所以 确实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而且 你可以看到 S是一个Shift R呢 是一个矩形 而且里面有 宽 5 高8 C 是一个 圆形 里面的半径词 OK 好 那各位试试看这个程式吧 试完 执行完 稍微想一想 为什么是这样 对物件导向的 物件 应该会有更深入的一点了解 那 各位试试看